同好们大家好 华语有加做 我是书根秀木 今天咱们来聊一部堪称坏到极致的黑帮电影 这一次更有陈宝莲与李丽珍两位女神一起出现 话说上个世纪90年代 君哥来是一位香港旺角区的当家人 在那个一字当图的年代 他却绝对不是什么中意之辈 仅仅是因为临时看上了裁缝那漂亮的女儿 便将其父亲击杀 接着更是将人家一个良家女子送到了中东 而刚刚做完了这么一件丧尽天良的事情 转头这君哥便来会见了来自日本的山田祖老大 没想到话还没说几句 就当场把人击杀在了自己的别墅 原来这都是他与对方那密谋上尉的下属所设计的一谋 这就是君哥 那从不信任那些兄弟情谊 对他来讲一切都是利益为先 反而正是因为多年以来信守这样的教条 方才让他有了今日的地盘和射能地位 不过终于有一天 报应来了 一名杀手从狙击枪当中射出的子弹 命中了君哥的要害 眼看他不要在医院一命无忽 那一刻他终于开始忏悔自己的罪恶 希望能够得到宽恕 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当年君哥的往事 那时尚射孩童的阿君在球场被黑社会成员损要保护费 幸亏有一位仗义之严的头目尚义哥为其出头 方才让他免遭毒兽 为此他更是决定从此败入尚义哥的门下 一晃便是十几年过去 可惜他不知道的就是 当日找他要保护费的小混混 都是上一刻事先安排好的 等到多年以后 他和一位叫做大B的兄弟 合伙招募了一个叫做陈浩兰的男人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成年之后的阿君 便如众多血气方刚的男孩一样 有了自己喜欢的对象 那便是在茶餐厅前开工作的小珍 不过话说回来 90年代又有哪个香港男人 没有喜欢过这位宛如蜜桃一般的女孩呢 尚且年轻的阿君 只敢在一旁远远的偷看 唯恐玷污了眼前的这位女神 而作为好友的阿威 觉得阿君如此这么下去 肯定没有什么前途 特意邀请他改换门厅 以便投入自己老大五个的门下 那时的阿君一子当头 觉得此举可谓是不忠不义 当即就拒绝了 可谁想自家老大上一刻 却先把他这个小弟给出卖了 先是让其去殴打一名警察 接着再为了一点限人费 出面把阿君的位置告知警方 危难关头 毫不知情的阿君依然没有出卖他人 结果他不止被暴打了一顿 更是因此遭受到了数月的牢狱之苦 出狱之后的阿君决心 败入老大鲁哥的门下 这新老大倒是极为仗义 当即就拿了几百块给的阿君作为制装费 谁想刚一出门就看到了昔日的老大 阿君不忍对方受难 拜托好友将食材的数百元交给对方 可拿想这好友也并非什么善类 私自将钱收起 在之后的日子里 阿君为了新人的老大出生如此次 反倒是好友一天到晚都在私混 为了和女性得到一次锻炼的机会 更是毫不挑剔 终于到最后惹获上身 原来这好友不仅私吞了公款 甚至还抢了其他帮回头目的锻炼对象 眼看便被对方找上门来算账 意气为先 阿君都找到了新人的老大 恳请他能派人给自己去对方谈判 想到黑社会自古就有谈判和打拳架 随即切换的能力 此行可谓是极为凶陷 临行之前 阿君特意来找小陈告白 眼看两人便要开始大汗淋漓地锻炼一场 富有责任感的阿君 想到万一自己一去不复返 那现在岂不是糟蹋了这个女孩子的身体当即作罢 隔日到了约定谈判的日子 奈何老大曾经所答应前来撑场面的两百余人 却丝毫不见踪影 如今看到好友受辱 阿君也只好只身上线营救 可谁又能想到最终好友竟然未求自保 却捅了阿君一刀 先是被自己的老大爽约 后又被自己的兄弟偷袭 就在阿君对黑社会失望透顶之际 他回到了小陈所在的茶餐厅 那一刻他才发现这新人老大竟然想要送自己一顶静致的帽子 谁想小陈却将阿君一刀吹开 原来他早就已经和阿君身边的所有人都发生过关系 那一刻的阿君心如刀绞 对香港彻底死心的他只能选择远走日本 虽然说人在异国他乡 但好在为人努力 加加上踏实能够吃苦 很快便开了一个自己的面摊 更是找了一位行似小针的纯性的孤人 可不想安静的生活却被突如下来的仇家促打断 不仅妻子被杀 自己更是跳入了寒冷的大海 不想天与绝人之路 他竟然再次漂回香港 那一刻他宣布自己一定要做一位最为黑心旁的黑社会 就这样 从此信奉利益危险的阿君终于成为了如意的君哥 听到这个故事你是否恨是感动 甚至会有些同情他 会不会有些能够理解 这个遭遇极为苦难的年轻人 可惜刚刚的一切全都是假的 下面的一切才是真实的故事 当年在球场跟别人收保护费的明明就是君哥 出来圈里他挺手的 并不是那所谓的上一哥 而是他自己的亲生父亲 至于原本的那位好友 并不是黑社会成员 而是一位酒吧歌手 阿君眼缠对方的双胞胎女友 竟然想着一个损招 将好友约出之后 派人铲住 在自己去勾引对方的女友 隔日台面收到了好友约他见面的电话 阿君想到定是自己的计划败露 对方想收拾自己 当晚在酒吧里 他干脆先下手为强 向对方杀死 谁想 对方其实不过是想为其情绪生日 当然他做的恶事可不止于此 他先是侵占供款不说 更是欠下了巨额的高利贷 隔日他便被自己的老大龙哥给打断了意识听 就在对方数落了他的罪行 想要执行家伙的那一刻 不料之君哥竟然夺走了对方手上的砍刀和手枪 紧接着 先是将所有的罪行都推荐到老大身上 最终则是直接给他杀死 让其死为罪证 这以下课上君哥可不是第一次赌劳 一切都是纳目的轻辱者数落 而众位在座的社团高层 则为他的暴行所震慑中 没有一个人敢注视龙道 君哥趁机抓住机会 干脆要求众人安排年约的小弟 去扛下自己的谋杀案与高利贷 就这样他杀死龙哥成功上位 继而成为了如今坏事作者的君哥 讲完自己的真实经历 君哥醒来之后才发现 躺在床上的自己 不仅是手术气味的顺利 更是已经痊愈 哪怕是面对警察的威胁 他也是毫不畏惧 毕竟自己可早已经找了人 为之前的雄杀案定罪 仅仅是这些 是不能够满足 只为有追求的黑城会大哥 接着他赤丝买下了一架 濒临破产的宝社 更是摆明了 让对方给自己出一本 西派的自传 转眼之间 这位昔日真满鲜血的罪人 便要摇身一变 成为一位仗义俗才的主部长者 不过很快 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天罗的麻烦 刚刚上任的日本三千度首领 给其执劫 表示自己为了上任之后 满住其位言论的意见 必须要亲自来香港 将原本击杀了前任首领的恶徒杀死 荀哥终于明白 自己恐怕是被对方给出卖了 他指知此次见面 将会危险重重 于是特意示现 还好了多位持强下属 而香港皇家警察也自认为 或许此次将会是抓捕军哥的大号机会 便时刻给你带命 见面当晚 窗方各自以关本为代号 当房间黑下来以后 三方人把各自持架相对 背地关头 军哥除准机会 先行夺到了多位下属身后 但了之后的三方枪战大戏便开始了 只是这狡猾的军哥 竟然不惜以拥有身体为掩护 最终成了全场大战过后 唯一的幸存者 就在其庆幸之际 一位尚且身怀的警察 想起开了树枪 眼看恶贯满意的军哥 总算得到了阴路的下场 可不想 他却事先穿了防战衣 简直是好发无损 无奈之间的警察 只能是耗尽了全身气力 将那军哥爆气 一起从窗户跳下 可是又能想到 军哥竟然再次命大地掉在了空桶里 也算是见过了一条性命 此时远方的一辆卡车驶来 和在瓦窟中间的军哥 再次躲过了一间 就是这么一颗恶贯满意 360度都是死者的坏人 却总是遇到危险 只是通过各种的霸现为一 这在这时 警灵响起 军哥马上意识到了危险来临 不想此时 却有一样轿车停下 一位万妙女子 适时出现 将军哥救走 难道 这位恶人当真 如此命大吗 也不尽然 车上的女子声称 自己刚刚从中东回来 原来 正是故事最初 采放的女儿 而随着她的一声枪响 军哥 祖 这部电影生产于1996年 正好是那个古惑仔电影系列 《猪狗孤独》的时候 作为1090后 在我的印象当中 当然的古惑仔 在许多地方 都有着一股神奇的传播力 被无数血腥反方的原判所追捧 而当时的风靡程度 甚至不下雨如今 任何的一款流浪成绩 而半生作品本身所被传播的 便是电影里 那个豪行漫长 一次当先的黑社会生态 多数人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当中 见过组织的黑社会 故而在那个信息溃缸的年代 这一系列电影 此代个人的处击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自然不能将所有隐身团的社会问题 全都归作于几部电影 然而这部旺角扎飞人 却是顶皮蹊径 虽然的确有蹭古惑仔这个IP的嫌疑 不过剧本本身对黑社会当中 所谓的情义与哥们义气 却大家嘲讽 更是毫不留情的 去批判了 获负在电影当中的多个平点桥段 这倒也极为符合 当年香港电影文化的多元性 你前脚刚刚打造出了爆款 我后脚就将其作为恶狗的素材 最后 当能够看到陈宝莲 愈里愈一针 同台经济 这一切可就都值了 我是书给朽木 感谢你选的一位义气 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